好 那祝你健康百分百 谢谢 祝你健康百分百 起隔一大早 市议员何淑萍来到早起会 分送每个人两颗茶叶蛋 和一根脆饼干 分享取得博士学位的喜悦 去年疫情爆发的时候呢 我送一颗茶叶蛋 希望我们的疫情加龄 那今年呢我加码 就是五股蛋卷 然后两颗茶叶蛋 我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百分百 平安百分百 何淑萍不忘过去曾经鼓励他 继续深造的老师 及照顾他身体健康的医师娘 陈妈妈 这些贵人曾在他面临挫折时 都是他前进的远动力 他没有让我失望 没有鼓舞我 所以他从 从又 海大 台北科技大学 那么一直往上升 那取得博士学位 那我觉得 是他肯学 肯做 所得来的 那这个是 应该 他自己 应得的 因为我老公是医生 所以我们照顾大家的健康都是应该的 他会照顾我们 然后在我们这个早起会上面 他每次都很关心我们的健康 然后每次都帮我们争取很多的建设 身为媒员早起会的顾问 何淑萍从政之路 不忘充实自己 今年完成了北科大管理博士 还跟着念大学毕业的女儿杨雅筑一起毕业 照片中两个人开心穿着毕业服 毕业典礼也是同一天 让他相当开心 在念书的时候呢 遇到我的恩师王张欣王老师 然后他就一直鼓励我 他说唯有多多充实自己 才能够服务更多的人 然后淑萍就是毕业之后 然后直接就考上了从幼的科技大学 也回去领了学校的这个奖学金 那给我莫大的鼓舞 所以说那时候就突然觉得说 知识就是力量 我就一直就共读海大的硕士 然后从政之后呢 我发现真的是民意代表 要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知识 才能够为广大的选民来做服务 所以说隔了十年之后 我才继续的攻读台北科技大学 管理博士的学位 所以说我在这里也非常感谢 各位选民乡亲 对淑萍的支持跟爱护 我会好好地充实自己 来服务更大的更广的选民 真的很棒 都付出很多 然后施政的方面也是一局棒的 真是标准的一言一作 他非常的认真努力 然后也在我们妇女会当我们的理事长 其实对我们基隆的贡献真的是 我们的民众都有目共睹啦 所以我觉得高票当选绝对没问题 念书期间一边问证一边念博士 虽然前后花了六年半时间 才完成了博士学位 但他始终坚持 努力问证就是希望提供选民更多元的服务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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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